泰魯閣號撞車事故 運安會取得列車的行車記錄器影像 發現列車從和人隧道出來之後 是先撞到了工程車 再撞入山洞 這段過程當中 駕駛的反應時間不到十秒鐘 也讓外界質疑 如果在事發地點 設有相關的編駁告警系統 可能就不會發生悲劇 交通部坦言 台鐵在一零九年底 設置的二十五處編播監測系統 到現在還沒有完成工程延宕 未來會針對容易有義務入侵的地方 考慮裝設 大型階居不斷趕工 希望可以把車廂都全部順利移出來 台鐵泰魯閣號發生重大撞車事故 整體事件原因 毛頭都指向了邊坡整治廠商的工程車 越南會找到列車的行車記錄器 來分析影像 也目睹驚險的事發經過畫面 越南會指出列車從何人隧道出來 後面中就可以看見軌道上的工程車 結果列車直接撞上去 在駕駛室左邊的司機位 衝擊最嚴重 接下來列車撞進隧道 這段過程駕駛可以反映的時間不到10秒 至於讓外界質疑 如果事發地點設有邊坡告警系統 可能就可以阻止這一場悲劇發生 我的邊坡工程如果做好 就不需要偵測的系統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分開的 它很容易接近 也造成有可能是比較弱點的地方 那我是覺得這部分 昨天有請台鐵也要做一些檢討 交通部說明目前是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土木工程改善 另外一種是建置偵測系統 交換在今明兩年架設25處 這回事件的事故地點 在先前評估屬於工程可以改善路段 沒有列入裝設偵測系統的範圍 但未來將延擬 除了工程無法改善的25處路段之外 要把義務容易入侵的路段 也納入裝設考量 據印安會所掌握的勤車記錄器 四季原通話記錄 還有ATP列車自動防護系統等資訊 將持續的進行資料解讀 預估這兩天 整體事件始末會有更清楚的呈現 這台北花蓮綜合報導 白鯊 11 12 11 14 11 11 16 18